你好,我是丽安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间我到美国生活就27年了 在这27年里面 我是前面的12年 一直在美国的中西部的几个小镇生活 那么我现在搬到这个房子里面来的是2006年 就是在这个房子我已经住了15年了 今天的节目我就想讲我前面12年 我在哪些小镇工作过 我1994年3月份来到美国 到了美国以后呢 我就在南达克塔州 一共住了三年 南达克塔的那个小镇呢 有两万多人 很安宁,很平和 几乎没有听过有犯罪的行为 人的那个数字比较高 这个小镇的人呢,非常的nice 给我们的这些留学生提供了很多非常好的帮助 包括带我们到处去买东西 给我们介绍城市的建筑 还有给我们的孩子补习英文等等 南达克塔那个州呢,总的来讲呢 就是人烟稀少的一个地方 我到了那个地方以后,首先感觉就是美国人不知道跑哪去了 因为我从中国的一个省会城市 一下子到了一个荒凉的地方 但是那个地方呢,空气十分的新鲜 这个小镇呢,很时宜学习和生活 但是就是冬天比较恶劣 大概有五到六个月呢,就是都根本看不到地面的 全部都是被冰或者雪覆盖着 结束学业完了以后呢,我马上就得到了一份工作 那我就搬到了米苏里中部的一个小镇 这个工作呢,是当时的那个行业的四大巨头之一 给的我的工作 他们在那个小镇上面有个工厂 我就在那个工厂里面当质量管理经理 我在那个小镇上面生活了两年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那个小镇人口呢就四千人左右 我当时就租了一栋粮食一厅的房子 那栋房子的租金每个月就250块钱 那个镇呢,算周围几个镇里面比较大的一个 但是那个镇没有一个中国人 我记得我刚到那里去的时候 把房子安顿下来了以后 我就上街到超市去买食品 这个时候突然有个美国女孩子走向我来 她讲,你是不是叫丽安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 她说,她说她先生告诉她的 她讲,她雇了一个中国的女孩来这里工作 她这样说 她讲,我想想看这里没有中国人 那看到你肯定你就是丽安了 那个地方真是没有中国人 小镇呢,有一个学校 学校是从这个学龄 学前儿童一直到十二年级的 它里面只有一个这个食堂 就食堂是差不多十点半就开始供应中饭 每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轮得来 每一个年级,大概三十分钟还是四十五分钟 就是很快的马上就要出去 因为只有一个食堂 那么最早的,就是最小的最早是可能十点半就开始吃饭 到十二年级的那个来 可能要吃饭的时候要到一两点钟才吃得到饭 每天都是这样的 一个生活条件是比较低的地方 米苏里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州 但是那个在那个米苏里的中部跟哪边都不靠近的话 那个地方确实是不管工作的机会还是人民的生活的水平都是不高的 这个就是米苏里的那一段 那么两年以后我被公司又转到另一家同一个公司的另一家工厂 那个工厂在米苏达州 那到米苏达州以后呢 我就觉得那个小镇的房子呢 明显的比在米苏里的要好很多 而且街道很干净 因为在湖的旁边景色优美 我住的小镇呢 也是很少很小的 小的可能都突破你的想象力 那个镇上的人口只有900多人 租了一个这个公寓房 那个公寓房就在市政厅的楼上 公寓房是非常好的一个公寓房 租金也贵500多块钱 当时就想哎呦500多块钱 心里面就有一点紧张 但是想想看 我房子住的好也没什么说的 但是这个镇到明尼阿布里斯的 明尼阿布里斯是他们 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城市 在明尼阿布里斯 才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可以看到人的这个 人的这个平均收入 就他们开的车子 他们住的房子 都比米苏里的那个小镇 要好很多 所以那个时候 我先生也在附近 也找了一个工作 其实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 还是很高兴的 这个我住的那个房子呢 就是离湖呢 大概走路就五分钟的路 所以我跟先生两个人 一下了班以后 就拿着钓鱼杆 往湖边上走 可以每天都钓很多的鱼 就在这一年里面 我这个钓鱼的技术 是不断的提高 有的朋友到我们家来玩的时候 没有钓到鱼 就到我们家冰箱里面 拿鱼回去吃的 这个镇上面是很安静 很安宁的一个地方 但是一个很小的这个超市 超市里的东西贵得不得了 因为你在超市里面 越小的镇呢 那个尤其是蔬菜贵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每周周末呢 就开到外面去买 开到附近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镇里面 大概有个两万人的那个镇 去买东西 唯一一点不好的就是 这个镇太小了 它没有中学和高中 我的女儿那个时候 正要上初中 每天那个过巴士来接小孩的时候 是他们要开到另外一个镇上面 那个镇上面才有初中和高中 有的时候女儿会抱怨 出席教育的时候 没有进过好的学校 我就这样跟她说 我说我们第一代移民 我们没有什么选 可以选的地方 我想我们就是 你要哪里给你工作 你就得去 哪里工作能办绿卡 你就得去 你真的是那几年 就是为了这个工作 为了这个生存 东奔西跑 很快这一年就过去了 然后我就找到一个 在研究部门做的工作 在搞食品研究 这个单位呢 是在伊利诺伊 跟威斯康辛 两个州的交界的地方 所以我们又搬家 搬到 我就搬到伊利诺伊那边 这个小镇 才一千多人 但是非常美丽 这个小镇 这个小镇的那个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小镇的这个平均的 收入就比我前面住的那些小镇 要高很多 你可以看到房子 房子很漂亮 我就在那个小镇 这买了一个房子 买了一个房子呢 这个房子是一个 四十两厅两厕的房子 二手房 我就是以十三万的价格 就把它买下来了 小区的一个特点就是 每个房子相隔的距离很大 不是像城市一样的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不是像我现在跟邻居这么近 那我那个是将近有一个一亩的地 那个后面很大的一个院子 都是用那个围墙给围住了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每个房子 隔的间距很大 就不可能用城市里面的水 所以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井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 那个污水处理的 那个一个系统 所以我们在那个房子里面 住了六年 同时感到庆幸的就是 在那片区域呢 一个最好的学校 我们买的房子就在那个学校附近 这也是我们决定在那里 买房子的原因之一 那么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到美国头十二年呢 一共搬了四次家 每一次搬家都向我们 向着移民的目标 前进了一大步 在这个期间我们拿到了绿卡 实现了我们的移民梦 再一点我要讲的呢 就是这四次搬家呢 都是由公司出资 请的搬家公司给我们搬家 给我们自己没有增加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还是很幸运的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